今天要做這個就是泰式咖喱蟹 其實是在眉衣點菜 待會我們排氣的時候就可以一起吃 其實我們排完這個 待會就要排氣 待會就要一起吃 煮東西吃最開心都是這樣 一起分享 材料當然有蟹 這個是洋蔥 泰國的番茄 這個是泰國的蒜頭 紅色的燈籠椒 這個是雕草 雞蛋 咖喱粉和椰漿 做這個咖喱蟹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要煎香的蟹 通常在街上吃就會用炸的 但其實我們在家裏做 就無謂炸 無謂用那麼多爐 半煎炸的方式一樣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撒麵粉下去 撲在蟹上面 你如果不懂湯蟹的話 你就可以買蟹的時候 然後請那位賣蟹的人 就幫你湯 其實要自己湯蟹也是很簡單的 那今天剛才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已經預先湯好了 好了 然後放些麵粉在上面 然後燒一個很熱的油 多一點也不太有油 因為如果多了 最後我們可以把它倒下去 我們就把蟹件放下去 好了 蟹煎到差不多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然後把它撈起來 那就留一部分的蟹油 因為那些蟹油才是最香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爆洋蔥 還有這個泰式的小蒜頭 泰式的小蒜頭 是可以不用剝皮也可以的 是可以連著皮一起吃的 所以我們只要撈一撈它 那就OK的了 爆香了洋蔥和蒜頭之後 我們就要加點糖 如果你有椰糖的話 就固然是最理想的 因為椰糖的香味 就非常之太適色了 糖就不妨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加魚露 還有咖喱粉 現在那種味道真的香到爆炸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加一點水下去 然後就加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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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了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倒椰漿下去 其實這個泰式的咖喱蟹 就是最後的蛋 因為平時的咖喱 我們是會加蟹去令它稠 但是泰式的咖喱 它就會加雞蛋 讓它稠身 好 最後我們就加了這些 蕃茄和紅椒 我們就不想它太熟 所以我們最後才加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 已經打好的蛋下去了 加了蛋 拌一拌它 讓蛋熟了之後 最後呢 那最後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上碟了 好 最後呢 就把芫荽切碎 還有那些雕草 撕碎了之後呢 撕在上面 那這個泰式的咖喱蟹 就大功告成了 我相信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